大家好我是金珍 我是金鱼 歡迎來到本週的北見火力頻道 雙筋甜點鮮女來下凡 登登 今天我們要吃的是可麗露 哇 期待耶 可是其實我覺得 可麗露都長一樣啊 它為觀眾的都是長一樣 好吃不好吃這個差很多 真的嗎 好 今天金鱼來帶我吃吃看 因為其實我對可麗露這個領域完全不懂 它那個LAMO真的會差很多 它就是用模型弄出來的 小蛋糕會有什麼不一樣 它是精緻甜點 真的嗎 對 試試看桃園五家可麗露 第一家 第一家是喵甜點 它是一個工作室 然後它是要線上先訂購 現場領取 它不是咖啡店的那種 是甜點工作坊的那一家 對 而且它是專賣可麗露喔 真的喔 其實它切下去的時候 它的外皮非常的脆 剖麵土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孔隙算多嗎 我覺得蠻大的 它是偏大 而且它是偏黃的 它聞起來是很香的耶 香氣是有的 外面的外層其實算是蠻脆的 但底部還好 它是沒有到脆 可是它外面是有一個 有點像焦焦的這樣 吃起來就卡滋卡滋 然後裡面的那個蛋糕的部分啊 其實是濕軟的 可是它的缺點是它偏小顆 它實在是真的蠻小的 它算是我們現在開箱五顆裡面 尺寸最小的一個 可是我覺得它吃到後面有一點甜耶 但是整體還不錯 我覺得吃到後面會有一個 焦香味再帶上來 可能怕甜就會覺得後面那個 微甜 我覺得它的優點是它有一個焦香味 這個還不錯 它的底部那邊 咬的時候會有一個焦香味 對 而且外皮有脆脆的 好我們來帶個分數 B間 321 三星 我先持平耶 不知道後面長什麼樣子 就感覺就是中規中矩 第二家 二十歲咖啡 它是走精品咖啡喔 高檔的那種咖啡 然後它有賣一些小甜點 然後裡面賣可麗露這樣 然後平常它會有一些隱藏版的甜點 喔 這一家很明顯就非常的白 而且它裡面好像有一些香草籽 喔對有它黑黑的 這一顆聞起來就沒有那麼香耶 沒有第一家香味那麼濃 它的外皮很明顯不是脆的 跟剛剛第一家比的話啦 有一個酒味喔 有 而且還滿特別的耶 這家的味道還不錯耶 我喜歡 可是它就是不是脆的那種可麗露啦 如果愛吃可麗露的 可能就會講求外皮脆 裡面要軟 這樣 但它就不是脆 你看它那個後勁好強喔 它應該是加一個什麼什麼酒 有 果香類的酒 它後勁吞下去的時候那個 酒香整個噴出來耶 還滿特別的 不錯我喜歡這顆 但是我覺得它也是算偏甜 對 但它那個味道好重喔 我現在嘴巴都是那個味道 它應該是加了某一種 酒類的 果香類的酒 還滿特別的 我們來打個分數 好 321 四星 喔 我覺得還不錯 我喜歡它那個滿特別的味道 就是整個味道非常的豐富 對對對 就是不是只有可麗露的味道 它多了那個小巧思 對對對 但雖然小缺點啊 就是它外皮沒有到很脆 對 如果就是要求很高的這一顆 可能就不行了 我們來吃下一間 第三間 暮光咖啡工作室 喔 我這一間 外層看起來非常的黑 它聞起來香氣是有的 它的皮聞起來很香 喔 但它孔洞滿大的喔 對 這樣比較下來好像就有感覺耶 非常軟的那種 它連底部都沒有脆脆的 我覺得它的這一顆可麗露 有一個咖啡的味道 有 咬到後面有一個咖啡的味道 但是它甚至連底部都不脆耶 它整顆都是軟的 對 如果你喜歡咖啡風味的 這一顆你應該會蠻喜歡 但是如果你很追求可麗露 是外面很脆 然後很香的那種 對 這顆就還好 就不行 對 標準可麗露來說好 它就會不合格 但是我覺得它的咖啡香 是會讓你有一種走進星巴克的感覺 有 有一點加分啦 對 好 我們來打個分數吧 好 3 2 1 2星 除了咖啡味是特別的以外 其他部分我都覺得 SoSo 就只有一個特點而已 重點是它連底部都不脆 我覺得不行 那我們來吃下一間 第四間 小初心甜點工作室 小初心已經算是我們的 榜上常常出現的甜點啊 蛋糕店了 它是走法式甜點的路線 喔 很脆喔 這顆我切下去是 再切下去就感覺不一樣 對 喔 那它Size很大 今天最巨大的 不知道是故意的嗎 還是它的底部是烤焦的耶 聞起來是焦味 難道是不小心的嗎 你有沒有聞到嗎 有 整個很明顯是焦味 但它裡面一樣是也有香草籽 也是有黑黑點點 這一顆的皮非常的脆 非常的硬 應該說底層啦 雖然是黑的 但是不是烤焦的 對 而且吃起來不會到 卡滋卡滋耶 我覺得這個是 我吃到現在裡面的 蛋糕體的部分 是最紮實 最濕軟的 果然是法式甜點耶 又是Bong Ju最厲害了嗎 這顆真的很好吃耶 很厲害耶 這顆我喜歡 我剛剛第一家是不是給四星 對 我很讚 這顆要給四星 尷尬了 吃法式甜點還是要去 法式甜點裝備店 我們來打個分數吧 好 3 2 1 5千5 哇 直接給出滿分了 對 因為其實我不是很懂可麗露 但是我覺得這顆真的很好吃 就是一次吃了這麼多顆 比下來的時候就真的會有差別 那我們接下來吃的是最後一間 野上面包 野上面包真的是非常有名 可麗露在網路上名氣很高耶 呼聲很高 真的喔 可是這個感覺 一切下去跟前面四顆很不一樣 它是馬上有貓掉 偏軟的那種 對 希望網友不要讓我們失望 很軟 它不是皮軟 它連內線都是軟的 我直接這樣就可以 對啊 還是有一點脆度啦 外層 但是就很明顯跟前面四家比起來好 沒有那麼脆 我覺得網友讓我很失望耶 這個裡面讓我有一種在吃傳統的粿的感覺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啊 花粿的那個粿 就是 共作上面會出現 對 好失望喔 真的很像在吃花粿耶 我的天啊 大家去演唱麵包還是吃麵包好了 因為畢竟它名氣很大啊 小失望耶 大家有沒有真的桃園厲害的大式甜點 有麥可麗露的可以推薦給我們 對 我們今天真的小失望耶 啊 我想說名氣很大應該就是會很厲害 殊不知是前面那些就是 其實沒有那麼有名的 吃起來很好吃 那你今天印象最深刻哪一顆 應該是第一顆吧 因為我喜歡它的那個焦香味 我印象最深刻是第二顆 但是我分數最高不是它 第二顆我覺得它的特色是在於它的味道 對 它那個香氣真的印象很深刻 對 但第一顆的脆度是很好吃的 第四顆也很厲害 整體來說它的脆度跟裡面也很厲害 就是有達標 對對對 那大家如果有桃園喜歡的 好吃的法式甜點 或是想看我們吃什麼其他甜點 都可以推薦給我們喔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要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喔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